這些啡色一粒粒的不是雀宿 而是近年開始受人關注的超級食物台夫 台夫的營養價值是很高的 有什麼高呢 就是第一它高纖、高蛋白質 另外它也會高鐵質和高鈣質 它的鐵質其實高於普通的全麥粉一倍 另外鈣質也高於全麥粉五倍 比牛奶更豐富 最簡單的食法就是把台夫加入飯一起煮 又或者在吃早餐的時候加進麥片 提高食物的營養價值 台夫是東非國家埃塞俄比亞主要的食糧 幾千年前已經出現 埃塞俄比亞傳統將台夫磨成粉 加水硬成麵團 再發酵成餅煎來吃 台夫沒有膚質又膚質不耐症 食嘴也不會敏感或者吐舌 所以台夫可以代替麵粉造成各種包餅 例如加壓爛的香蕉 搬入雞蛋和發粉等等製作成為班戟 另外也可以加入羅宋湯 令湯的質地更加稠 台夫咬下去的時候鮮鮮 味道很淡但帶一些杏仁香味 好像我們吃了一些糙米 口感質感比白米更硬 但消化其實也不難 反而對腸胃更暢通 因為它高纖 台夫起初的產量極低 但近年多過國家 例如西班牙都開始種植 令我們更加容易買得到 市面上更加有快熟版更方便食用 三方匙的台夫等於一碗飯 每一頓只加少許不同食物 就絕對不用擔心食得過量了